分黨派 不問何人 只要涉及廢法 檢調都應該查辦 誤網誤重 總統賴清德神情嚴肅說重話 出席臺南不公開活動時 特地停下腳步回應鄭文燦涉灘事件 副院黨第一時間都發出聲明 強調尊重司法 秉持誤網誤縱的精神 儘速釐清事實 畢竟賴政府才剛上台 也借重鄭文燦在兩岸關係的專長 出任海基會董事長 鄭文燦也百合學運出身 中央地方政治歷練完整 兩任桃源市市長 行政院副院長 現任海基會董事長 政治前途看好 雖然在黨內屬於新潮流 但深惑蔡總統信任跟英系關係良好 足智多謀的形象更被黨內戲稱為胖周瑜 而三令新聞也獨家掌握 鄭文燦七月六號生日這天被升押 原定週六週日晚上在桃源都有生日宴 也藉此討論黨職改選 鄭文燦系統的票要投給誰 就連鄭文燦子弟兵法務部次長黃世傑 週五晚間參序時 疑似接到鄭文燦事件的電話面有難色 那我畢竟是桃源的老縣長 我還是覺得很遺憾發生這樣的事情 藍白呼籲競速釐清 但也見縫插針說米軍黨內鬥浮上台面 對鄭文燦的殺雞警猴 這派系裡面就會更凝聚 新系人士澄清內鬥說 畢竟黨內首長抱爭議 傷害黨的整體形象 賴政府沒必要節外生枝 鄭文燦捲入涉灘案 能不能全身而退 關係到未來的政治路 三連熊華英傑 又要播台北參謀道